大家好 欢迎观看烟熏鱼视频 今天我们就先讲解一下 这个切路切出的第一个斜项 前面的话 我们已经把什么所有的这个切路切出的页面 已经介绍过了 是不是 是不是 今天开始我们就开始重点讲解这个切路 跟切出的这些选项的具体的用法 但是如果说具体这个策略 是用哪个的话 我们会在这个策略的讲解中 一定一个个给你 落实一下 讲一下为什么要用 比如说我开出 为什么要用斜项 是不是 懂我意思吧 我们今天就先讲解这些 这些切路跟切出的这个具体是什么意思 具体它是什么效果 那我们第一个讲解斜项 但是他不是排在第一个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先什么 开出 开出用到什么 开出是斜项 开出用到的斜项 我们就先跳一下 讲斜项 斜项是什么意思呢 我在这里看一下 我给你们看一下 它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样吧 就留什么 就留一条道路 看得清楚一点 把其他的删掉 看到没有 把边界隐藏 我们前视图看一下 看到没有 这个是什么 我前面已经讲了 这个是快速进给G00 对不对 G00 这个什么 G01 是缓面下降 切路速度 这个就是斜项前路啊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什么斜项的 它是从刀具路径 啊 刀具路径是在这条线嘛 在上面 缓慢的斜项 切进料里面 看到没有 这个就有个什么好处 就是为了减少我们刀具 直接 切进料 所产生的什么 冲击力 这个冲击力会有什么情况的 会把刀震碎啊 会把刀震碎 还有什么 把料打飞 直接砸进来的话 会把料打飞 而且什么 保护什么 保护我们鸡床的什么 主轴 鸡床最贵的是什么 就是主轴 说到这个 前两天啊 我们隔壁的一个公司啊 刚把他们的三家给撞了 刚把他们的三家给撞了一下 啊 一个主轴 修了多少钱 是发给原厂 他们是那个 什么什么三家的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台湾的那个叫什么 名字 具体名字 我想不起来了 突然就想不起来了 那一个主轴收了 修了三十多万 啊 修了三十多万 懂我意思吧 啊 所以说越贵的鸡床 它的主轴越贵 啊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保护我们主轴了 对不对 啊 你不能说每次扎进来 可能 可能什么 运气好 它不会出现什么情况 但是你经常扎 经常扎 它的主轴肯定会出现问题的啊 啊 就这个意思 因为而且什么呢 我们开出啊 它这个切穴量比较大 是不是 而且是什么 第一刀是什么 全楞切穴 啊 第一刀是全楞切穴的 八毫米刀就是什么 一刀八毫米 不是深度八毫米啊 是宽度啊 是宽度啊 这样过去 就是八毫米 所以他认吗 所以什么 他的主轴啊 他的主轴受力比较大 受力啊 比较大 懂我意思吧 我慢慢的斜向进去 什么 缓冲一下啊 就这个意思啊 就斜向就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从刀具路径点上面慢慢的斜着下来 切进去 啊 这个斜向呢 他有个什么 第一选择和第二选择 第二选择呢 我们 基本上不要动 你也选择很难选择 他什么意思呢 跟我们这个第一第二是一个意思 就是你第一不能满足的时候 我 第二 但是他的斜向第二呢 他自动第二的 他是什么 看到没有 看我这个切穴切穴 我第一选择是什么 沿着刀具路径 看到没有 沿着刀具路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刀具路径 看到没有 是这样做的吗 这边一个小方形 然后外面一个大方形 理论上来说啊 他应该是什么什么样子的呢 我把这个刀具啊 英语去掉 他应该是 跟我的刀具路径 从上 从上往下看的话 应该是重叠的 懂我意思吧 应该是重叠的 但是什么呢 我这个范围啊 小 看到没有 我是内 是一个潮 我满足不了 你这个相当于 这里 你这个我看刀放下来 你这个相当于什么呢 是吧 看到没有 我如果沿着你的刀具路径走的话 看到我这边啊 看到我的刀具了没有 我刀已经冒出去了 啊 看到没有 已经是嘛 过切了 是不是 哦 不好意思 讲错了不是过切了 不是过切了啊 到这里 边在这里呢 我过来的话 他可能是嘛 是你的刀具转不起来 看到没有 因为有个什么呢 我前面讲了 有个顶刀直的问题 如果说我的这个刀具 只能这么一点点怎么晃动 他会有个什么情况 我的刀具中心点 他切不到东西 懂我意思吧 所以什么 他只能把我的切路啊 范围扩大 他扩大成这样了 看到没有 我这个蓝色的线 这个蓝色的线啊 扩大成这样 这样 然后 这样 进来 看到没有 从这里下刀 然后进来 那这个切路切出 执行的是什么 是不是我们第一个 是不是我们第一个 不是的啊 他没有执行我们第一个 他执行的是什么 第二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他就是 自动给你什么 找一个最合适的 切路方法 啊 这个我们不用管 反正 软件觉得合适 懂我意思吧 啊 我们要管的就第一个 而且我们用的最多的是什么呢 就是刀具路径 沿着刀具路径 懂我意思吧 最大的 他有个什么 还有什么 还个直线 直线什么意思 就是我 干嘛 就是一条线 直线 或者这样 或者这样 就是一条线斜压了 啊 就这个意思 还有个什么 圆 圆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个圆 就是比如说我在这里啊 我会从上往下 落一个圆下去 懂我意思吧 像什么 像弹簧 像弹簧一样的 树弹簧竖起来 哎 是不是这个形状 哎 从上 这个是z z正 z负 这个是 最高点 我像一个弹簧一样 落下来 啊 就这个 然后落到下面 有刀具路径的地方 开始走动 走道 啊 就这个意思 看到没有 最大左斜角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这个 看这个啊 就是我这条 他不是斜向的吗 对不对 跟我这条平行的啊 这个是吧 夹角 啊 夹角是多少 懂我意思吧 这以多少度斜下来 啊 跟我这个xy平面 成多少多大的夹角 正常情况下 我们给多少 一到 多少 一到三 啊 如果你的料特别硬 我建议你给多少 给一度 一度什么意思 就是 就是什么 打个比方我这个是1.5度 是不是 一度就是什么 更加的平缓 干 干嘛 就是我这角度更小 这样一个什么好处啊 就是我切路啊 受的力啊 就更小 懂我意思吧 如果是卵料啊 软料的话 像什么 呃 50号钢啊 50号钢 什么P20啊 像这种啊 30度 25度到30度 30多度 30 35度吧 35度以内的 这个 我们 用什么 用3度啊 就不需要太大了 3度是什么 这样的 这样写进来的 看到没有 这样角度完全OK了 啊 就用3度 反正你料越硬 度数越小 大概是1度到3度 1度到3度 这个你看料的 硬路就行了 懂我意思吧 啊 这个呢 是我们什么 选择圆的时候才有用的啊 就是决定的是吗 你这个 螺旋下去的时候 这个圆的直径是多大的 是跟你的刀具有什么关系的 啊 0.95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刀具直径10的刀 乘以0.95 大概乘以0.1吧 就什么 510的圆 懂我意思吧 就是 刀烙着这个 直径为10的圆 这烙下去啊 他是T DU 是什么意思 刀具直径的单位 下面下面有说明了 看了没有 跟我们什么 7 那个 呃 我前面讲的是什么 拐弯圆弧啊 前面讲的拐弯一弯弧 那个TUD 是一样的意思啊 就他是不是也跟我们 刀具直径有关系的 是的啊 呃下面这个 类型 就写下高度类型了 你这个 高度啊 你这个高度啊 有什么决定呢 我们角度已经知道了 是吧 我们 比如说我们只给个 1.5度的话 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啊 我这高度不知道的话 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 这样一 这样过来 然后开始走 如果说我料这么高的话 我是不是要先扎进扎进料 然后再走 那显然是不行的 对不对 显然是不行的啊 那这个高度是怎么控制的呢 相对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程序里 比如说我程序里面开出第一 一刀是0.2 然后我给他个什么 给他个 这里给相对 这里给个高度 加个0.2 就是什么 0.4 懂我意思吧 也就是说我这个起始点 就是斜向的起始点 距离我这个刀具路径是多少 0.4 啊 懂我意思吧 也有人干干嘛 也有人也有人给零 有没有 有 在那个黄言啊 黄言有很多人这样搞 这样搞 他开出一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不提刀 懂我意思吧 比如说我上面一层开完了 然后干嘛 我要跑到下一层 我要再 开出不是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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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下去的吗 然后我的刀什么 开完了 我也不提刀 直接就是什么 直接就走斜向 然后开下一层 那开完走斜向 再开下一层 懂我意思吧 他就直接走斜向 这样行不行呢 也行 也可以啊 不是不行 但是为了安全考虑啊 我觉得吧 我们呢 都是先 都是给个0.2的 都是给个0.2的 让他少抬0.2起来 然后斜下去 懂我意思吧 要不然他就相当于什么呢 我刀刀 到了这里了 急刹车了 然后直接 摁着料 就在摁着墙的摩擦一样 摁下去 这样感觉 这样感觉总归有点什么 损刀 啊 损刀 啊 正常情况下的吧 抬个0.2就行了啊 也不要抬多少 啊 0.2 一毫米的话 你们用卡尺看一下 就这么一点点啊 就这么一点点 0.2的话 就大概就这么抬那么 一点点就看不见他抬 啊 其实他已经抬了 懂我意思吧 已经浪下来了 浪下来了 少抬一点吧 懂我意思吧 还有什么 断 断增量什么意思呢 他是个绝对值啊 他你给个 一高米 他就是一高米 他不管你第一刀切多少 一刀切多少 啊 如果说你给这个 你高度给个0.2 如果说我 这个是毛胚啊 这个毛胚 唯一刀要下0.2 0.3的吧 50的刀 0.5的话 他还会什么 他还会 直接这个速度 看到没有 这一段 下到 离我第一条刀路 0.2 高的距离 然后开始走斜向 所以他是很危险的 所以我们干嘛 我们不用他 不用他 我们直接什么 直接是相对 在三轴里面啊 任何情况下 你都是可以给相对的 任何情况下 我说的是任何情况啊 这个东西我从来没改过 任何情况下 都是相对 高度 高度的话 你可以改 你想改个0.1 也行 0.2也行 你给个 哪怕你给个0 都OK 但是你不要给负值啊 给你给负值的话 他就是 一刀先砸进去 再开始走的啊 你那哪怕0到 100 可以 可不可以 理论上都可以 是不是 但是有没有必要啊 给个0.2 到0.5 之间 0.2 不0.1 到0.5 之间 就完全OK了 懂我意思吧 呃 这个有限 有限斜入长度啊 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控制你这个长度啊 他不会让你什么 他比如说我给个一个毫米的话 我给个一个毫米 打个比方 我给个这边勾起来了 给个一个毫米 他什么 他只会一个毫米 这个总长度是吗 这段一个毫米 懂我意思吧 他这里直接给你减掉了 但是有个情况 我是逐渐循环着下来的 我到了这里有没有0.2了 我的高度没有0.2了 可能只有0.1 如果说我的切的比较深 切 切0.3的话 我这边给个0.1 0.1 他会从0.1开始 懂我意思啊 如果说你不让他长度过长 他可能会什么 我再这样0.1 然后这边开始 加工了 他会在这里把你解断掉 懂我意思吧 解断掉 然后是吧 我刀铸入镜 先扎到这里来 是不是就已经扎进料理了 扎进料理面 那我这鞋像都没多大意义了啊 所以说 这个勾我们也不勾 也基本上从来不勾的 懂我意思吧 我也没勾过 独立的用 独立的用斜脚 不用看了 这个我抽类不够 这个也是新版本刚出现的 基本上没什么用啊 还有个什么 延长 这延长那么直接忽略吧 不用看嘛 他什么意思呢 如果需要将延长最后一条路径 使他沿整个模板路径长途 什么意思 有没有人知道 他就是什么 切出的时候 他会整个沿着这条路径走一遍 为啥子啊 我要这样走了干嘛 是不是 所以这个我们从来不勾 但这下面一个 他有失去 开大出 第一把刀开大出的时候 第一把刀啊 他是要勾起来的 为什么 以前是没有的啊 自从出了新版本之后 从二零 二零一七好像是 好像是二零一七 我是从二零一六 到直接到二零二零的 然后到二零二一 二零一七这个版本 我直接跳过去了啊 因为这个版本呢 二零一七版本 他有一点bug 懂我意思吧 他有一点bug 这个啊 总是斜向 我也理解不了 他是什么意思 他为什么会要这里 这样 搞这个东西 他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 如果说我们不勾 他会怎么样呢 我前面不是讲了有个什么 有个那个顶刀指嘛 不安全断嘛 是不是 如果我这个是第一把开大猪的刀啊 我打个比方十的刀 我给个干嘛 给个零点五 十的刀给个零点五 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我这个潮啊 长宽的 大于等于十五 是不是 就可以做了 就可以做了吧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但是 如果说我这个总是斜向啊 没有打勾的时候 没有打勾 他是没有打勾的时候 我这个潮 必须要 大于等于二十 懂我意思吧 必须要大于等于二十 才能够加工 他才做得下去 他这里就是什么 说白了 是什么 我这个不勾的话 写一样不够的话 他这个就是默认的是一 懂我意思吧 实际上我们乌光刀需不需要一 不需要的 我们乌光刀零点五足够了啊 十的刀 懂我意思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潮是多大的啊 十四 十四的话 呃 我们用 八的刀 八加 呃 八的刀 我们用八的刀试一下好不好 我们 干嘛 找一把八的刀 建一把吧 有没有 有 八的刀啊 八后面的刀 然后干嘛 我们把这个框起来 框选一下啊 去去清除 模型去清除是不是 余量 给零 给零 行一句啊 给一吧 好不好 大一 然后切路切出在这里看到没有 我们选择什么 斜向 一点五路 没问题 零零二啊 把这个去掉 去去掉啊 现在不抠 不勾 总是斜向 解释 我们看到 有没有道路出来 我们给的 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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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理论上是什么 理论上是 八的刀 加上 八成零零零无 试多 就是八加多啊 五八四十 八加四百多 十二 也就说理论上我 藏宽有一个 有一边啦 大于等于12 我就能什么 做下去 但是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毛胚 会不会我们毛胚没事 毛胚是有的看到没有 毛胚是有的毛胚是够的啊 我们设置 但是现在什么情况呢 现在我们是什么 现在我们是14看到没有 14他都做不下去 那我们现在再改一下 把我们什么 总是斜向啊 勾起来啊 勾起来 我们来再计算一下 等一下我们选择这个啊 我们把这个改成还是1吧 参数没改 我们把参数改一下 切入 总是斜向 点一下 然后接受 然后点 计算 看到没有 他是不是 就洗下去了 他为什么洗下去呢 因为我把总是斜向勾起来啊 他就干嘛 他就愣我的这个0.5了 多个意思吧 如果我不勾 他默认的是多啊 他默认的是1 他默认的是1啊 也就是说 小于 这个28 对吧 16 小于16的 他全部不能加工 加工不下去 懂我意思吧 如果我勾起来的话 如果我勾起来的话 我给个0.5 也就是说 大于等于12的 都可以讲 都可以 都可以 都没有问题 就这个意思 这个呢 我也不知道是个bug还是什么 因为他是2017版本 刚出来的 也有很多同学啊 他问我 他问我啊 老师啊 我这个 给的明明0.5 算出来应该是可以算进去的 为什么算不进去呢 就是这个问题啊 就是这个里面 就是这个写样的问题啊 把它勾起来就行了 如果你嫌麻烦的话 你开出的话 就把它全部勾起来 懂我意思吧 啊 全部勾起来 都没问题 啊 哦 我讲漏了一个 这里有个什么 紧闭合段 这个也要勾起来的 为什么 就是他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这个 闭合的区域啊 我用写项 我这个开放的区域啊 我干嘛 我就不用鞋项了 我直接在外面切进去 是不是 我没必要用鞋项了 啊 没必要刀在料上 鞋项砸下去 啊 鞋项 他从本质上来说的话 他也是算一种扎 扎料 啊 也算是一种扎刀 懂我意思吧 也算一种扎刀 只不过什么呢 只不过他砸的比较缓 啊 砸的比较温柔 他慢慢的砸下去 懂我意思吧 能不砸 尽量不用砸嘛 是不是 我们在料的外面 开进去 做进去啊 对不对 啊 就这个意思 那第二选择呢 我们就选择不了 是不是 他是什么 默认的 软件自动替你选择的 啊 好 今天鞋项的话 啊 那鞋项能不能切出 切出是没有 这个是不需要鞋项的 他虽然 他给你个鞋项的选项 但是什么呢 你不需要鞋项 啊 任何情况下 任何情况下 都不要鞋项 哪怕是什么 我给无 啊 就没有切出 我都不需要鞋项 也就是说 我走完了 直接一刀台上了 就OK了 是不是 你要写出来干嘛 有什么意思呢 啊 如果这个面要求高 我要干嘛 我可以血皮圆壶出来 拐出来 不要写像出来啊 切出任何情况下 都不需要写像 啊 今天的话 这课 就讲到这里 啊 好 再见